甚至有一些是去探亲的旅游的 那因为这次的封城跟所谓武汉 湖北省几乎也要封城了 没办法回来 那第一架这个专机已经在前几天 回到台湾了 两百四十几名 但是发生的所谓的这个 可能有些名在飞机上的名单 不在原来的这个 当初两边所谈论的这个名单里面 二方面呢 有关于这个里面呢 有带回来一位确诊的这个台商的名单 那另外就是有 就是说整个过程当中 台湾希望能够政府对政府 或者起码是海鸡对海鞋 也没办法得到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置 然后也希望能够 在防疫上面能够做到很好的安排 但是这方面好像 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看法 那个李教授你要不要谈论一下 因为大家认为在这一 中国大陆从一年 去年年初 习近平谈到了一国两制这个台湾方案到后来反送中 以及到后来蔡英文民进党的这个大胜 以及这一次突然爆发的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 让台湾跟大欧之间越隔越远 也就是说疫情总有一天会结束 但是是不是两岸回不去了 您的看法呢 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从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了以后 应该说这个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 这个大陆应该他们现在是非常的失望 但是他们的失望 我觉得这回呢这个在这个武汉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处理 确实呢是非常过分的 非常过分在哪儿啊 第一个在通报疫情 通报这个这个病毒的这个DNA序列 这些方面啊都不是很非常负责任的 他对这个台湾啊台湾的要求 包括对台湾要求撤侨的问题上 我们所看到的新闻报出来的呢 都是百般阻挠的 都是不提供帮助的 说两句话啊 你现在想我们跟台湾人 我们是同宗同族啊 我们是同一个祖先啊 说两句话你口口声声讲的是一国两制 我们要统一 说两句话你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要是换成这个这个叫韩国瑜的民进 这个国民党 是不是就会变成了一个 这个大陆和台湾就合作了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非人道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基本人权都不顾的一个状态 另外呢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呢台湾呢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 关于疫情的通报和关于病毒本身的 这个分析的一些结果 就要求呢这个WHO提供更多的这种资讯 然后呢甚至直接参与到WHO在处理武汉疫情的这个会上 结果呢都被这个中共当局呢就把他呢 这个一定要阻挠他 不让台湾加入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说这个拯救台湾老百姓 而是考虑的呢是他所谓的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我觉得呢像这些都使得台湾民众啊看到了 这个共产党的真正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的原则是什么 他的一国两制的这个本质是什么 所以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使得台湾老百姓 就跟大陆离得越来越远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果 我说呢像现在呢看到武汉应该说 大家就知道你回到中国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会是什么样子 嗯 肖老师啊我们也常常讨论这个两岸关系啊 那这次因为在两岸所谓的这个 因为高刚李教授提到撤侨其实是基本上是台湾愿意用的一个词啊 但是中国大陆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个词因为在美国日本在撤侨当中的话 你会形成所谓的这个两国的意识啊 所以呃 中共当局当然是希望是用撤人或是撤台湾同胞 那台湾这种事情是一个是一个文词上的一个一个一个表述了 那但是因为现在卡在就是说 好像因为台湾大部分的民众认为防疫很重要啊 那也认为说这次有一个确认病确认这个病毒的病毒的这个民的民众在里面 他们认为常常是他们甚至用木马图层剂啊来形容形容这样的关系 我我请你回答之前我先接个电话 来请讲 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看你们在讨论那个台湾问题我也想说两句啊 是 就是台湾 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些台胞不是 不是什么好人啊 我跟你说那些人也是坏蛋 他们也是坏蛋来着不是什么好人 一天到晚就是舔我们政府的 舔中国 舔中国政府 说我他妈主机在哪里在哪里 一出事跑得比谁的快 拉回去他那些在我们大陆啊搞的那些 什么小山啊小树啊 就是他本来是台湾有老婆的 过来又搞几个老婆的带回去 还有病还去害台湾人 那些人可恨之急 让他们回台湾干嘛 如果我是台湾政府你们都死到大陆吧 谁叫你们过去做声音呢 我们反应的时候就稍微理智一点 不要涉及到人身攻击 我知道 我知道有不少人有这样反应在网络上面 好 谢谢 孝老师你要不要谈论一下你对两岸关系 那么样的了解透彻 是首先你可以看到两岸的沟通不畅了 不仅是中共用政治压倒基本的人性 压倒就是中国自己国民和台湾国民的 就是基本的人身安全 同时你可以看到中共跟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也是配合得非常紧 而且我们也知道 以前有香港的去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这一次了 那么其实在很多地方对中共的政策 其实是紧跟紧随 那么不仅没有像全世界的讲真相 而且对台湾的帮助也是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就说台湾就是遇到了双重障碍 那么从春节期间 那么台湾在高雄就已经发现了 这个就是冠状病毒的患者从武汉回来的 而且他在这种夜总会里边 酒吧也都传染了近十个人了 那么这些就说 当然是对台湾来说是有足够的警觉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又撤侨回来了 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即使有病毒的携带者 或者有冠状病毒的确认者 我认为台湾也不必去惊慌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发达国家 那么现在受到的影响 也不止台湾一个 还有其他很多像美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但是昨天我看到 新加坡也是一样 对 日本的钻石公主号 又发现60多个感染者 那么但是你可以发现 发达国家至今没有死个人 那么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 说明台湾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且台湾的医疗卫生的基础建设 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么它的全民的医保 那么不会让民众造成恐慌 而且我认为 今天的台湾的政府了 那么尤其像苏贞昌 那个就是院长了 那么他的一些做法了 这种时候才需要他这样的一种果敢 那么一种铁碗的手法 就是我们现在要救台湾人 我们现在要就是让每个台湾人不要恐慌 每个人都有口罩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了 不是说中共的那个铁碗的专制的政权了 才能有铁碗政策 其实民主政府了 他真正的为人民关心了 那么也会有这种铁碗政策 就像丘吉尔 就像罗斯福 那么今天的苏贞昌 所以我觉得了 对台湾的 第一不用太担心 要有对自己的体制了 对自己的医疗 那个卫生了 那么我觉得就是基础结构了 有基本的信心 第二 我觉得了 其实台湾跟香港在这次危机中 相对于来说还是一个安全的港湾 因为我们看到像沙士病毒 那个自虐的时候 其实影响了那个政大 对香港来说 对台湾来说影响其实还大 那么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感恩的 就在于因为中共了 用旅游做一个武器了 来打压香港 来打压台湾 那么因为在过去的一年 那么这种中国大陆的这些旅游团 也越来越难进到台湾 而且包括散客自由行 也都被取消 那么所以对台湾来说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政府在说 别人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中国政府是搬起石头 不断的砸自己的脚 而且不断的砸自己的头 那么所以我觉得了 台湾政府了应该了 这个时候了应该感恩了 那么就说我们坚守民主政治了 那么这是对的 而专制政府在我们较量的过程中 其实它最后会搬起石头了 不仅砸自己的脚 而且会砸自己的头 所以我当然知道 这个两岸之间应该少一点政治 多一点人道跟人权的考量 那当然有些还有900多位台湾 在武汉的这个侨民 或者是台湾乡亲 希望能够返回到台湾来 我先接个电话 谢谢 来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 请讲 嗨 你好 是 我在看明镜大新闻 是 我认为 在台湾 借机 什么撤离 隔离大陆 对台湾政府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根据普世价值 人权高于主权 在台湾这样的社会 台湾政府 台湾总统 可以跟老百姓讲 在那个大难当前 人权高于主权 救人要紧 不管中国大陆 叫我们什么台湾 台湾一个神 一部分 无所谓 人权高于主权 先救人 这不是化解了吗 不管你共产党怎么样 怎么样 无所谓 人权高于主权 这是普世价值 我们真是因为坚持普世价值 所以我们先要救人 主权问题不谈 对不对 很好化解 我想听听两位嘉宾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不会跟台湾难堪 台湾就是可以跟全界宣布 人权高于主权 不管你中国大陆 叫我们台湾一个省 一个地方政府 无所谓 救人要紧 先救人 不是化解了吗 对不对 您这是哪里打过来的 不是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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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现在人在美国 很好化解的 没有什么难堪不难堪的 人权高于主权 主权可以不谈 先谈人权 救人要紧 对不对 不是很好化解的 有什么难堪的 有什么可以难堪的 对不对 好 谢谢 谢谢 萧老师 你刚才提到的 那个苏贞昌的口罩的问题 那当然我本来也想问你 但这是没有错 他可以提到 有关于这个自救 才能够救人 那因为台湾本来 在生产这个口罩的数量上 也远远落后在中国大陆之后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他了 批评他这个对整个大陆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那加上这几天的第一架专机回到台湾之后 也有人认为如果台湾要趁这个机会表达善意的话 来改善两岸关系的话 是不是也能够栽点物资回去 但是好像台湾政府并没有这样做 那感觉上从网络上面 或是从官方的一些传媒里面来讲 也认为这个大陆这一次有关于在防疫上面 有关于在名单上面 还有里面有夹杂的所谓的数十人或十几人的 所谓的陆配 但事实上陆配都是有台湾的居留权 他们本来就是合法可以入境的 对这个产生一些质疑 还有当中仲介 因为这当中两岸没办法透过官方 或者是海鸡海鞋来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两岸整个这个中断 协商都已经中断了 所以透过所谓一个台湾 许信台湾的来居间在联络当中 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很多批评 你的看法怎么样呢 夏老师 首先我调侃一下 我觉得就是这次总统大选 都失败的韩国瑜 他作为国民党作为一个反对党 正好是发挥民主社会忠诚的反对党的角色 那么他既然跟大陆这么两岸一家亲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应该用他的管道 或者国民党的一个动员他们的老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真正的帮助台湾人 那么另外我就想就说 苏生昌院长 那么还有台湾的许多做法 让我想起了几个就是重要的这个问题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我经常会给每个人说了 就是那个德国戏剧家布莱西特 那么有一部就是戏剧叫四川老好人 因为我是从四川来的 所以说这个戏剧对我的印象 就是永远就是非常的深 就是你要做老好人的时候 不要做四川老好人 不要就是说你自己的脚跟没站稳 你想去救就是落水的人 最后你没把落水的人救下去了 最后你被拉下去了 最后你跟着他一起死 那么我认为了 就是说台湾人绝对不要做四川老好人 既然我知道台湾有很多四川的老兵 因为我在四川我知道四川的许多的老兵 那么原来的军人都到了台湾 但是我想提醒一句 就说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牺牲者 不要去做四川老好人的这种悲剧 那么第二个 那么我想说一下 就是中国政府现在他在抹杀各种信息了 那个消解各种信息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确切的情况 因为中国是世界口罩的最大的生产大国 据说了中国的口罩生产量占全世界的 就是差不多50% 所以的话如果中国需要加剧生产的话 那么要给每个人承诺我们都有口罩的话 我相信中国自身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我们了不得了 我们是世界制造大国 因为金山荣不是说了吗 世界上未来就只有两个生产制造大国 一个是中国 一个就是外国 那么这个时候 他其实要彰显他的举国体制 到真好是他的一个最佳的时机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点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海外了 那么一片热情 那么进行各种捐赠 那么把一些医疗用具 那么运到了中国 但是你会发现许多人认为 就是一个热脸贴了冷屁股 因为第一就是说 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像华晨云 认为那么世界上外国 尤其美国带头 没对中国进行帮助 但是美国已经三番五次的说 我们想派医疗队 我们想派科学家帮助你协助 都被中国政府拒绝 但是华晨云就会把这个病毒 把这个灾难 最后找一个祭罪羊 找到外部世界 找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最后也会找到台湾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好像没对我们帮助 这是他会操弄的一种宣传 另外一种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就是说武汉市的市委书记 或者湖北省副书记 他自己开车跑去仓库里边 直接去一箱箱的这种口罩 或者防疫的用具 搬着走到自己车里边 那么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些照片 领导人去一线慰问医生的时候 那么医生戴的都是普通的口罩 而我们看到就是领导 戴的都是这种防毒 转业的 N95 对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可以设想 今天的中共的每一个特权阶级 他们给每一个人家里边和他们的家属 包括刚才一位说的二奶三奶 可能都有一箱一箱的口罩 但是前线的医务人员 恐怕现在就在紧急的呼救 每个地方都没有口罩 那么另外我相信 中共现在他把政治安全 政体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 那么把就是习近平的政治统治地位 放在第一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他的第一个口罩 如果生产出来 他恐怕要满足他的几百万的军人 恐怕至少每个军人 有一个星期的备用口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中共是会用军队 不细屠城 那么不细牺牲 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中国人 都会为了维持他的政权 因为他说的 我们是用几千万的人 在宣学打出来的 那么我相信他维护这个政权 他也不细说 我们在牺牲几千万人的宣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外部世界 对中国 我觉得我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的一个做法就是说 人人自救 每个个人 动员你的亲属 动员你的家人 像我们如果要寄东西的话 直接给家人寄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很多这边有的人 想给家人寄 但是红十字会说 我中间必须要可扣 你必须要寄到我 我才能够不征收 那么可以给你 分一部分给你家人 所以你看到 中国的红十字会 像郭美美事件 暴露这种贪腐 像中共现在已经不让湖北 武汉的红十字会去工作 已经处理了他的几名官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外部世界 做的任何努力 我觉得只要有善意 只要能够帮助每个个人 能够做一切 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够了 那么至于就是说 如果老百姓 我觉得如果在这种灾难中 如果没法认清楚 最大的病毒 就来自于中南海的话 我觉得我们再救 那么就像鲁迅说 那么我救了你的身体 那么我救不了你的整个思想 那么你最后还是成为被奴役者 他们又有什么用 好 谢谢 这位观众 请讲 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请讲 你好 我是想说是这样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在谈台湾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台湾作为 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我觉得是现在流程下来的 除了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就是人文这一块 我觉得是我们做的是最好的 那比大陆是要好得多 但是我觉得这两天 我有在看三立的电视台在说 这个就是这个疫情 有一个人确诊去台湾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台湾应该做得更人性化一点 让更多的体现人文一点 包括对就是陆配是不是这么巧 我也不太知道 我是对陆配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因为我说连台湾都做不到 就是以这么样的一个人文的方式去体现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怎么说 就是落差还是有点大 因为就是中国大陆一定是做不到 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共产党体制下面一定是做不到 但是如果台湾也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自己中华民族来讲 这个真的是人文上面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李教授 这位网友跟刚才之前的河南的朋友 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本来也在想要提到的问题 现在台湾当局对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 就是他认为这次的名单 事先并没有经过台湾方面的同意 而且名单当中有几位也不在最后登机前给他们的 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个里面有陆沛 那本来陆沛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是有台湾居留权 但是后来当然陆委会也改口了 认为说这个陆沛进来是合法是没有问题 第三 在旧防疫的问题上面 因为有一个确诊的 到了台湾这下飞机就发现是有发烧 而且是确认是有病例的 那你们两位大概都知道 这个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这种潜伏期是有两个礼拜时间 像日本跟美国在专机上面 也同样发生同样类似的情形 也就是在登机前是没有问题的 下飞机之后在量体温的时候 是超过体温而被确诊被隔离的 那也是同样的发生事情 那台湾这件事情故意把它放大 那也认为说应该是对等的来协商这个问题 不愿意 那本来从撤侨 撤包到撤人 讲法都不一样 那刚好这段时间呢 因为台湾前1月11号投票 将现在是春节 明天是元宵节 也是等于最后一天2月8号 所以变成一个投票裹包机的一种 春节包机的一种做法 所以说也希望能够在2月8号最晚之后 把用春节包机的方式 把人全部从大陆撤回来 那根据现在国台办的讲法 以前还有900多人申请 台湾的同胞申请要回来 但是因为卡在 本来早就应该回来 但是卡在第一批上面 有确认的病例 然后有名单上面有超过三个人 名单是不在名单里面的 所以有几个问题卡在那里 而且台湾不少民众很反对 认为说台湾人优先 那些台商那些台胞 根本进来会把这个病传染给我们 然后有木马图成剂的问题 所以让这个执政当局有很大的困难 李教授你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事如果要是我猜 我要放在这个Donald Trump总统这个地方 当然川普总统不会负责这件事情 这都应该是外交部在负责 就是国务院在负责 但是如果要是放在Donald Trump总统 他一定会讲一句话 就是美国优先 那就是肯定是你持有美国绿卡的 或者是美国公民的优先 但是如果要是都是持有美国绿卡 或者是美国的公民的话 那是一视同仁的 那就是先来就是先服务 你先登记了我先服务 所以我想呢用参照这个例子呢 我觉得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呢 应该是完全应该可以接受的 因为大家呢 你想这些人啊 这些最后从武汉也好 从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撤出的这些人也好 最后呢说都有可能身上带有病毒 而且呢这个武汉的这个这个冠状病毒呢 实际上呢 它是在没有产生这个这个发病症状的情况下 无症状一样可以传播的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 说你不知道你边上坐着 在同机同一个飞机上 你边上坐的人是不是有 已经有病毒了 带毒者 所以呢这个呢 既然你选择了去坐这个飞机 来撤出这个中国大陆的话 那说两话你就是选择了去承担这个风险 这一点呢我觉得呢没有无可厚非 所以刚才说到那个路桥 这个大陆的那个伴侣的话 说最后呢被撤走的话 说两话只要是合法的 只要他是合法的 我觉得呢台湾老百姓呢 应该是善待他们 有一些媒体啊会夸大一些想法 包括一些极右翼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呢 这个还更多的是媒体炒作 或者是是什么原因 但是从我所接触过的台湾的老百姓 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善良的 非常善良的 面对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更多的时候呢 都表现出来的是更博大的那种爱心 而不是像中国现在你可以看到 中国很多的省市最后把路断了 发现了武汉人 发现了武汉湖北省的车牌子 马上就开始追踪 然后就让公安局拦车 有的马上就把他带走了 所以呢你想像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呢确实那个不人道的那个程度啊 比中国大陆啊要严重 比台湾要严重了很多很多倍 所以刚才那个网友提到 说如果说台湾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的话 中国的文明可能就更担忧 说两句话 中国文明早就已经到了危险的境界了 共产党已经执政70年了 这70年在中国大陆14亿人当中 中国的文化文明还残留了多少啊 你看看现在说这个孝贫不孝昌 对吧哪里有是非官 哪里有这个荣辱官 对吧 面对这么大的瘟疫 最后表现出来的都是那些懦弱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最后去拼命 最后让李文亮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 去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说两句话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中国人还有什么脸面去谈什么文明啊 说两句话 现在唯一的要想解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说两句话就是刚才夏教授讲的 习近平啊该下台了 共产党确实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说两句话要为中国人民计追中国文化计 早就该做这一步了 但说两句话这条路啊还长得很 现在看还长得很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 这个刚才那个网友 我就拿这个话回应这个网友 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中国文明在衰落的过程当中 你心急如焚的话 别的都不说 你自己也要站出来 从我们自身做起开始做 这个李教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 这个包括这个湖北省啊或是武汉市 包括武汉市旁边的城市 还有湖北省附近的省份啊开始对 之前的这些隔离跟所谓的封城的动作啊 那也当我们提到下一个议题